大家好,我是陈波,欢迎收看本套视频课程 在这一套视频课程里面,我们主要会学习着色器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点 课程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小时 在这里我需要额外的说明一下 3D相关的知识点非常庞大,结合得也非常紧密 单独来讲某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 就像我们现在这一套课程一样,如果脱离很多知识点 那么单独讲这个课程器的内容,对于大家来说,其实非常难理解 因为有着许多关联的知识点 那么我希望在没有学习过我之前的课程的其他同学 能够去看一下我的其他的课程 目前我的其他课程也都是免费的 对于大家也没有什么限制 大家可以点开我的主页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课程 然后大家可以按照实践的顺序进行排序 就可以找到我的课程从最旧的到最新的一个排列 那么在这里我需要重点的说明一下 着设器也就是shader 里面有大部分的算法都是跟向量以及矩阵相关的 所以大家最好先把3D基础数学 这一块先看一下 看完了之后 然后大家还需要看一些其他的内容 也就是3D基础渲染管线的这一部分内容 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首先需要看一下计算机 基本的颜色以及运算这一小节内容 因为在shader里面 我们会用到大量关于颜色相关的计算 那么大家就需要了解一下 颜色相关的计算 它的计算的一些方式 然后第二个 就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顶点 以及顶点缓冲区的概念 第三个 就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顶点着色 大家还需要了解一下投影 以及像素着色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了解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正式进入到 我们的着色器的学习当中 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内容 是文理映射这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 我推荐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看这部分内容的话 大家只需要了解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 就是文理的坐标 第二个 就是倍增过滤器 第三个 就是过滤器的缩减 然后就是寻止模式 大家只需要看这四个知识点 几口 后面的大家可以 不需要太关心 那么上面 我所说的这些知识点 是我们编写着色器 必备的知识点 如果脱离了这些内容 我们在编写着色器的时候 会显得非常困难 这里还有一点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我的这几套课程 都不是针对某一个引擎 来进行讲解的 我是系统讲解了3D的底层的原理 那么这部分的知识 对于目前所有的3D相关的 都是实用的 无论是引擎 还是工具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3D的 大家在视频当中 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使用了不同的语言 以及工具来进行讲解 一是为了方便 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 二是使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工具 在不同的场合下面 其实会更加合适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套课程 我将会使用 Unity3D工具来进行讲解 使用Unity3D的原因 就在于它的shader的系统 可以做到所见及所得 那么什么是所见及所得呢 也就是我们写完了之后 就可以马上看到效果 那么这一个功能 对于我们来学习着色器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比如打开Unity3D 然后我们现在创建一个材质 然后创建一个shader 我们将这个shader 附给我们的模型 然后让我们的材质 使用我们的这一个shader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shader 修改一下其中的代码 比如在这里 在这里大家看不懂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有一个白色的 变成了一个红色的 那么这个功能 对于我们学习shader来说 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实时地修改我们的代码 然后实时地观察一下 我们的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在这里 其实只有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就是着色器的变量类型 另一部分 就是着色器的运算符 以及它的控制流程 这两个是我们编写着色器 必备的知识点 我把它里面的这些内容 全都细化了 分别放在两部分的内容里面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结合着一起来看 当我们学完这两部分内容之后 我会结合UDT3D的一些官方的例子 以及一些我们常用的例子 来给大家精进讲解 加深大家的理解 有一点 大家一定要切记 大家不要看完了 这套视频之后 就不管了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写一遍 写多了 自然也就熟练了 那么写这个着色器 其实没有特别难的地方 大家如果理解了原理之后 写起来其实会非常顺手 那么今天的课程介绍 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将会正式的进入到 我们的学习当中